从1958年参与试制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到今天全系列拖拉机的研发,奠定了学校在农机行业的优势地位。 与与通客车共同完成的节能与新能源客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整车节能与控制、高压隔离电源变换等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发现了与食管癌发生发展有关的主要因素,研究成果在Nature Genetics上发表,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肺栓色与肺循环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建立了全国第一所牡丹学院。 牡丹切花技术保鲜时间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胚胎灼床障碍方面的研究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主创了其次平衡原则,批出并发展了寻求非线性数学物理方程精确切的相关方法。 在该研究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学校先赢的产学研办学特色,得到了教育部评估专家的高度评价,被确定为全国高校特色项目一百例。 科大猛开始的地方。 科大,我爱你。 我爱你。 科大,我爱你。 科大明天更美好。 工程为智,夜广为勤。 河南科技大学是一所全省人民寄予厚望的高校。 是一所在机械行业具有特色优势的高校。 是一所必将为河南乃至全国做出更大贡献的高校。 奋进中的河南科技大学,将坚持业人为本,学术至上的办学理念。 众人爱之心,创建立得数人好环境。 顺学者之意,畅想创新发展主旋律。 扎根河落,鼎立中原,追求卓越,轻视济用,再祝辉煌。